大家其实算是也是走投无路了 不知道做什么了 他是一个年轻的90后 却凭借着自己的奇思妙想 创造了一个短时间内 风靡了全国的游戏 他在创业初期曾经备受质疑 甚至有人还会嘲讽他 说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游戏 然而他却用事实狠狠地打了那些人的脸 一个嫉妒下来 这个游戏竟然给他带来了20多万的收入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本期的子牙童区创始人观察 就带你一起认识一下这位90后小伙 杨乐阁阳的创始人张家旭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 游戏早就已经成为了 无数男女老少消遣的一种娱乐方式 相较于略显笨重 只有年轻人才会热衷的电脑游戏 手机游戏则更加贴合我们今天的时代节奏 而杨乐阁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杨乐阁阳是一款休闲意志类的卡牌消除游戏 打开游戏也根本用不着你去下载 只要打开小程序就可以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游戏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消消乐 点击一样的卡牌 即可将对应卡牌消除 可就是这样一款非常容易理解的游戏 搭配上超级魔性洗脑的背景音乐 一经推出 就在每个人的社交圈子里边爆火了起来 要说它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相信绝大部分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简单上头 就是对杨乐阁阳最好的描述 可是事实上 杨乐阁阳的成功绝非偶然 大部分的网友肯定会觉得 这样一款风靡全国的游戏 一定是某个成熟的游戏公司 所精心制作而成的 然而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创作这款游戏的 竟然是个非常年轻的90后 而且毫不夸张地说 杨乐阁阳就是他的开山之作 并且他背后也几乎没有什么庞大的团队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杨乐阁阳的创始人名字叫做张家旭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90后 小时候的 他出生在一个叫普普通通的家庭之中 所以他很早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也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在学习上特别地用功 不过虽然张家旭非常想要努力 也很用功 但是成绩与那些顶尖的学霸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高考之后 他只是考上了长治学院 这是一所非常一般的本科院校 而张家旭在大学里头就读的专业 是计算机系的网络工程 和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男孩子一样 上了大学之后 张家旭迷上了网络游戏 好在这样的痴迷 并没有让张家旭彻底地堕落 他只是把游戏当成了自己的爱好 平常该上的课 该学的知识 他一样也没有落下 一转眼就要毕业了 像很多迷茫的英界毕业生一样 张家旭也十分地苦恼 自己应该干点啥 应该找怎样的工作 恰好张家旭的专业也十分对口 于是毕业之后 他奋不顾身地选择了创业 他的梦想就是完成出一款游戏 这款游戏不用有多么高质量的画面 内容 张家旭的想法非常简单 只要有人喜欢玩 那就足够了 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里头 游戏并不是一个冷门的东西 只要上网一搜 或者打开手机的应用市场 眼花缭乱的游戏 瞬间就会涌现上来 如何能够吸引用户的眼球 能够获得用户的喜爱 成为了张家旭的第一要务 所以他决定一切从前 把游戏的定位做小 只在小程序上面运行 他不需要做出多么大型的产品出来 只要容易上手 贴合大众就可以了 为此 张家旭做出了多个产品方案 然而 当他把这些方案 给到那些所谓的业内人士 看的时候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人面对着这个刚刚创业的年轻人 竟然是一个劲的讥讽 说张家旭做出来的东西一文不值 根本算不上是游戏 这种言论 让张家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陷入了自卑之中 他怀疑自我 觉得是不是他的能力 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他走创业这条道路 很快 张家旭觉得自己来到了绝境 当他把杨那个阳这个方案拿出来的时候 张家旭只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 然而没有想到 在公司里头 这个游戏竟然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当初质疑张家旭的人全部都错了 杨那个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不但短时间之内霸占了各个平台的热搜 而且还给张家旭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那让人上瘾的背景音乐 在每一位玩家的脑海里都挥之不去 没有人能够想到 这样一款游戏竟然会火成这样 仅仅一个季度 就给张家旭带来了20多万的净收入 长治学院并不是什么知名院校 但是在张家旭的游戏火了之后 学校立马就把张家旭的个人简介牌做了出来 并且立在了校门口 显然 他和杨那个阳变成了学校宣传的新招牌 这件事情就连张家旭本人也是觉得受宠若惊的 有人说 是这样一个快餐时代给了像张家旭这样的人机会 与其说是张家旭有多么的优秀 不如说他只是在投机取巧 杨那个阳的爆火 跟他的关系并不大 但是也有人反对 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张家旭一样抓住宝贵的机会 讨若张家旭自己不够努力的话 又怎么可能会获得成功呢 杨那个阳的爆火能够证明 在这个时代里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所谓的成功人士 应该把握好自己能把握的 学习好自己应该学习的东西 这样的话才能够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抓住他 那么你们觉得张家旭之所以能够成功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不评论区的频道 感谢观看